回到新闻现场本土疫情来关注 今天新增了21,460例的病患确诊 另外还新增了两例儿少Ms.C 其中一例是打过两剂疫苗的16岁少女 而且是染疫后的一个半月出现腹泻 而随着疫情趋缓 日本的商务考察团即将应邀来台 这也是国境封闭两年多来 首度有国外业者来台采线 不过一时点出 目前日本的疫情很严重 需要深思熟虑 还有医师试镜如果要继续开启国门 那么代价恐怕是额外造成2000人死亡 台湾本土确诊数持续下降 24号新增2.1万人染疫 而在136例中重症个案中 其中16岁少女曾在去年打过两剂疫苗 今年5月底确诊 染疫一个半月突然间发烧腹痛 到医院挂急诊 被诊断是急性肠胃炎 也被医师怀疑 医师Ms.C收治住院 隔天因为症状持续再转到医学中心 也是我国目前年纪最大的Ms.C个案 转院之后 医师根据这个临床症状 只有腹痛 比较没有符合其他Ms.C相关的一些诊断条件 这一案的话 目前我们还是先依照 第一位医师通报的一次Ms.C 随着我国疫情趋缓 中央观光局也邀请日本商务考察团来台 这个由25名旅游业者组成的日本裁线首发团 预计7月31号抵台进行四天考察 由于已经以专案计划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 不需受限3加4检疫措施只要做PCR 这也是国境封闭两年多来 首度有国外业者来台彩线 我想一定要在三思熟虑的 目前日本的疫情是非常罕见的 他们甚至已经超过前一波了 每一波的一个疫情 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到四个月而已 有急的要赶上这一波 医师省政难分析 接下来的共存制度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不管之后的亚变种 继续开国门脱掉口罩 但代价是会额外造成2000人死亡 另外一条则是维持现有的国境和社区防疫强度 最后能把BA.5的伤害降到最低 医师李建章则认为 至少要等国外疫情走入平原期 得到明年春天再开国门解封 才不会让国内疫情急速扩大 减少伤亡